我们上一期讲到 弗南克是未来的捷克 他回到了现在的世界 有的小伙伴就问 为什么未来的弗南克 不知道现在的捷克 会破坏他的传送装置 理论上讲 长大的捷克应该是知道的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 在现在这个时空 弗南克从来没有跟现在的捷克 真正见过面 每次弗南克在观察捷克的时候 都是在捷克的身后 并且时空旅行 是不允许两个相同的人碰面的 那样的话就会是时空错乱 所以捷克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涂鸦破坏了弗南克的传送装置 当捷克长大以后成了弗南克 他也根本不会想到 小时候的自己会破坏自己的传送装置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 足以证明弗南克就是长大以后的捷克 那就是弗南克传送装置喷涂的位置 正是捷克喷涂的位置 在这里就证明他们有同样的兴趣爱好 会在同一个地方去喷涂 所以弗南克一定是长大以后的捷克 好了 盘虚游戏真相 原来游戏可以不一样 我是戴瓜俊 我们下期再见